嗨,我們已經做了16年了 以前大家都知道在醫管局大樓做 每一年是我們很重要的活動 今年我們因為有疫症 所以我們在婦協做網上的直播 我們今年很開心請到莊醫生來 稍後我再介紹莊醫生 首先有請我們婦協的副主席 社區活動小組的召集人 黃宇珀太平紳士來跟我們說幾句話 有請黃宇珀太平紳士 莊醫生 各位現場的來賓 各位善上的嘉賓 負協的會員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很高興 今天香港 香港負協 可以舉辦 我們2021年的家庭健康月 這是一個系列的 今天這是第一個講座 世界衛生組織 將今年 世界衛生日的主題 定為構建一個更公平和更健康的世界 其實香港負協 其實香港負協 舉辦這個家庭健康月 其實那個理念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有一個更公平和更健康的社會 所以跟世界衛生組織這個主題都不謀而合 香港負協由2002年開始 已經舉辦免費的健康講座 以及免費的健康檢查 謝謝梁東陽醫生 當然我們通過這些講座 以及健康檢查 我們將最新的醫學上的訊息 帶給我們的會員和市民大眾 希望他們可以有一個很健康的生活模式 以及希望可以推廣到可以建構到一個很健康的社區 今年由於疫情關係 我們就除了繼續舉辦健康熱線 由專業的醫生、專家 跟我們解答健康的問題之外 我們今年的健康月就改為線上舉行 今天這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以及這麼合時的講題 我當然有賴各位的出席和支持 但我真的要衷心去感謝梁東陽醫生的安排 梁醫生跟我們邀請了莊醫生 抽出他的寶貴的時間 來到這裡跟我們分享這方面的知識 那我就不多說了 緊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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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副主席 黃玉帆太平紳士 我也在這裡替我們主席 何超瓶太平紳士問候大家 祝我們活動成功 他今天因為有時來不了現場 但是他帶給我們祝福 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想大家都知道 疫情疫情 每天莊醫生都會被人問 我自己每天都會被人問 我應不應該打針 我打了針會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 選哪一種 每天都會問 其實敏感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 就算你沒有你身邊的親友都可能有 有些可能跟季節有沒有關係 又或者是我有敏感體質 打不打得針 打完針之後怕什麼 打之前我有沒有知道自己對這針是否敏感 很多類似的問題 莊醫生是敏感專家 莊醫生是兒童的免疫和傳染病科的專科醫生 他也是香港大學的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他也有太多的名字 除了疑科之外 敏感學、傳染病 這些正正就是我們今時今日要面對的問題 我在這裡有請莊醫生跟我們講一講 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謝謝莊醫生 好多謝梁東陽醫生 今天邀請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皮膚過敏的病 以及疫苗過敏的迷思 我也感謝庫協 給我這麼難得的機會 在這裡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個題目 我就不妨礙大家的時間了 就開始講究竟 譬如有什麼比較常見的皮膚過敏的問題 為什麼又會有時候覺得 過敏體質的人 會有更多機會有其他過敏的病 首先我先講一下皮膚過敏的問題 有什麼種類 皮膚過敏的問題可以小孩和大人都有 譬如說比較常見的第一欄就是 濕疹 二位性皮膚炎 二位性皮膚炎 有時候很多時候比較小的時候 已經開始都有 但有時候到大人都會繼續持續 這是其中一個比較常見的過敏病 在香港可能差不多有五分一的人 都可能曾經有過一些皮膚過敏的問題 包括濕疹 接觸性皮膚炎 接觸性皮膚炎 接觸性皮膚炎可能是你接觸了某些香料 化學物質 甚至護膚品 之後突然有些皮膚紅腫 出診 這些可能是接觸性皮膚炎 我會慢慢逐樣跟大家解釋一下 另外就是比較常見的 無論是小孩子或者大人 有時候有些叫封爛的問題 封爛的意思就是沉麻疹 待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封爛沉麻疹跟剛才所說的濕疹 或者二位性皮膚炎的表徵是有些不同的 醫生當然可以分辨到究竟是哪種打哪種 然後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究竟背後的肌理如何處理 但是有些皮膚疾病 就好像有機會表現出來 就像是一些過敏的問題 但其實它可能是其他東西 譬如有些皮膚病 又會有一些叫真菌的感染 有時候可能是類似 有些濕疹也不奇怪 但通常影響的位置會有些不同 另外有些含養皮膚的問題 有時候會傳染回來 譬如有些介瘡類的東西 那些皮膚都可以很痕癢 譬如介瘡類 就是一些叫做 寄生蟲 而影響到皮膚有感染 令它很痕癢 所以在看皮膚過敏的問題 我們除了問診 都會檢查清楚皮膚的狀況 究竟是甚麼 另外有些類似的濕疹 因為通常是很乾燥的 有些叫餘倫症 就是這種 皮膚也是很乾 但這些可能是先天基因的問題 例如有些人看一看他的手掌 或者家人有多過一個 可能皮膚一看下去 那些皮膚是特別乾燥的 可能是天生皮膚的保濕能力出現了一些問題 另外當然有些叫做不夠營養 在香港是比較少的 除非你長期有病患 你長期營養吸收得不好 缺乏了某種類的維生素 或者叫做minerals 有時候皮膚也很像有過敏的情況 但這些情況在香港比較少 另外成年人 有時候皮膚的疹 有些像濕疹 其實可能到最後是其他問題 有些很小的機會 皮膚的淋巴癌 有時候都可以是紅疹的表現 所以看到皮膚痕癢 紅腫 其實背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們一定要仔細搞清楚 是哪人打哪 首先說濕疹 因為這是最常見 困擾大家 通常在幼童開始有 大人也會有 另外有差不多五分一的病人 或者市民曾經都可能試過 在某個階段有過這樣的情況 這個病不是一次性 它是慢性過敏病 皮膚經常會有發炎 痕癢的情況 所以有些人經常想問 可不可以濕疹 或者二位性皮膚炎一次斷尾 其實大家要理解 它是慢性皮膚的疾病 但是如果得到適當的治療 其實大部份的病情都會控制 還有它的生活質素可以有改善 濕疹是最主要的症狀 痕癢 痕癢是一個很重要的症狀 另外就是皮膚很乾燥 有時候會紅腫 那些慢性濕疹的時候 當你經常都拗 或者慢性發炎 在某些部位 皮膚好像厚了 看到一些爪痕 大部份的濕疹 皮膚發作的時候 都是痕癢乾燥或腫 但如果有些情況 你會看到很痛 有些不尋常的分泌 或者看到有些水泡 通常濕疹就是有些感染出現 濕疹有感染的處理方法 跟平時有些不同 因為感染可以是細菌 或者有時候是病毒的感染 感染都要同一時間去處理 看看這些圖畫 文獻上的圖畫 A這個圖畫 是比較正常的皮膚 濕疹病人的皮膚 像這樣 鞋滑滑滑 很乾燥 我會和大家解釋一下 為何這群人背後的皮膚 保濕能力比較差 發作的時候 皮膚都紅了 有時候看到一些腫 或者有些像水泡 這是急性濕疹發作時候的形態 如果濕疹處理了 可能塗了一些藥 它就會慢慢開始 沒有那麼紅 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就是急性濕疹 如果一些慢性濕疹 在那個地方經常發作 你會看到皮膚 看上去好像厚了 如果經常拗 到處又會損 又會有其他爪痕 剛才說了 有些病人 可能先天性某一些基因出了問題 皮膚能力保濕會比較差 有時候可能家人多過一個人 是有這個問題的 比較常見的 可以查查他的手部位置 例如小朋友 濕疹的形態表現 和大人有什麼不同呢 這份是其中一個文獻裡面的圖畫 例如幼兒的濕疹 一歲以下 他會多一點影響面部 手和腳外側的位置 還有有時候很嚴重的 可能會影響身 片位多數是比較少受影響 但如果片位的地方 譬如屁股附近特別紅 有時候我們會想一下 會不會濕疹 是其他原因 譬如片位特別紅 有時候會看看會不會是尿布疹 或者甚至比較少的機會 有時候會怕會是牛皮癡 所以在不同的形態 不同的表現 我們都要想清楚 皮膚狀況是否真的 純粹濕疹 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你見大一點的小朋友 濕疹的位置有少少不同 還會影響面部和頸 但是手腳的位置 就開始影響內側的摺位 不是小朋友說是外側的位置 所以你見到形態 或者分佈的位置 開始有少少轉變 濕疹很多時候 兩邊對稱都有 譬如真菌類 有時候可能會影響一邊 會多一點 可能一隻手 比另一隻手 濕疹類 通常會看到對稱的現象 大人 大人跟一般青少年階段 發育後的形態差不多 有機會影響不同的部位 頸的摺位 手的摺位 或者腳內側的摺位 有時候手的地方 大人有機會會多一點 看看背後是什麼原因 例如有些人手多汗 或者他接觸過某些過敏的物質 就會有機會多一點影響 手部的位置 你也看到很乾 很濕 那這些是什麼呢 跟剛才的圖畫 好像有點不同 我剛才說過 正常濕疹的形態 給大家看過 那些圖畫 這是什麼呢 你見到它 有很多黃黃的分泌 通常你見到 周圍的皮膚 好像有很多分泌 黏黏 或者黃色的物質 多數都是有機會有細菌感染 那時候 濕疹可能突然會變得很快 因為這些通常會有 金黃葡萄球菌 或者鏈球菌 你見到皮膚有些破損 經常都紅發炎 如果周圍拋 其實細菌很容易令皮膚受到感染 在這個時候 不是純粹要處理濕疹 就是要處理細菌感染 醫生有時候 可能要考慮 要不要用一些口服抗生素 或者調查抗生素 這樣 這就是另一種感染 你見到它 整身都是很多一點點 很細點的 如果這個圖畫沒有近鏡 近鏡的話 你見到明顯很多 一些水泊的東西 通常有這些情況 就是拋鎮性感染 拋鎮性 例如有些人有凍瘡 可能有些拋鎮病毒 但正常人皮膚正常 很少可以去到這麼嚴重 但如果濕疹病人 皮膚受到這個病毒 就有機會去到這麼嚴重 另外這一種 就是另一種病毒感染 另一種叫Molusculum 當然有濕疹病人 剛才說了 皮膚因為破損 如果到處拋鎮 它可以有不同類型的感染 不同類型的感染 背後也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不好意思 這幅圖比較繁複 不過我想跟大家解釋 其實濕疹有什麼原因 首先說一些內在的因素 有些人剛才說了 正常的皮膚在這邊 正常的皮膚 正常的皮膚 就是皮膚的面頭 就是皮膚下面的皮下脂肪 那些組織 你看到皮膚面頭 正常人 應該是住了健康細菌 你看到皮膚的細胞 在皮膚和細胞之間 它們好像很緊密的聯繫 中間就會有些油脂 水分 它們好像手牽著手 那些細胞 那些皮膚裡面的水分 就沒有那麼容易流失 還有皮膚下面 你看到有其他叫免疫細胞 免疫細胞 正常人在皮膚下面都會有 但不會很多 濕疹病人發生什麼事 你看到那些細胞 好像沒有牽著手 第一 就是皮膚的水分 或者油脂容易流失 另外 如果它沒有很緊密的閉鎖 可以有其他東西走進去 還有它住了那些細菌 其實多些是不健康細菌 多些是叫金黃葡萄球菌類的東西 金黃葡萄球菌類 又會分泌一些物質 令皮膚產生過敏 或者感染的反應 所以就開始來一個叫做發炎的情況 發炎就會癢 會腫癢 還有有機會皮膚非常癢癢 或者甚至感染 在發炎的時候 你見下面就會出現很多不同 種類的免疫細胞 就知道其實這裡是發炎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你不控制發炎 你越癢就會越癢 就會令情況越差 有些其他免疫反應 我就不跟大家詳細解釋 如何處理大人或有同的二位性皮膚炎 或者濕疹 其實有不同的階梯 處理方法 下面就是第一步 視乎病人的情況 或者患者有多嚴重 通常第一步 大部份這些人都要做 就是教他們 因為那些人皮膚保濕能力比較差 所以第一步 想減少發作 就是要用多些滋潤的藥膏 當然有不同的成分 有些可能是Lotion 有些是Cream 或者是油性的藥膏 通常油性的藥膏 保濕會比較好 有時候夏天用 就要看一看會不會太黏 因為太熱、出汗 有時候會令濕疹反而有機會差 我們會教他們怎樣去洗澡 洗澡都是每天要洗的 要少些減液 不要用那麼多泡的洗澡 因為會洗走油脂 洗完澡之後 通常我們會教他們 不要全身抹得很乾 就印乾 之後就塗多些滋潤 這樣保濕會比較好 另外就要看看 究竟他之前的濕疹發作 會不會跟一些致敏原有關 通常我們病歷會問 究竟會不會跟食物有關 或者會不會跟環境因素有關 然後再決定有沒有需要做過敏測試 當然比較嚴重的 就不可以只塗潤膚膏 剛才說了 如果皮膚有發炎 只塗潤膚膏就幫不了手 通常一線治療的藥物都是外膚的 例如發炎的時候 都會用適量的塗潤膚膚 可以幫助皮膚控制發炎 當然除了塗潤膚膚膚之外 也有其他調節免疫功能的藥膚 可以考慮 因為有些皮膚 有些人不適合長時間塗潤膚膚膚 有沒有其他選擇呢 醫生這方面也有其他考慮 第三個步驟 就是調查也不行 或者一般藥膚的效果不太理想 會再談有沒有其他入藥物需要用 有時候調查也不行 我們可能會考慮 教一些病人做濕包 最差的就是 考慮要用一些 調節免疫功能的藥物 包括一些生物製劑 或者一些口服處理免疫功能的藥物 當然很少部分的人 是去到最後這一步 通常大部分都是在初步這個階段 我想強調 這些病人得到適當的治療 其實他們的病情 大部分都會受到控制 所以不用太擔心 其實小朋友和大人的處理方法 其實都有點類似 有四個階梯 當然小朋友用的藥物 和大人可能有些不同 醫生會根據病人的情況 再去處理 詳細處理的方法 和大人的幾個步驟 其實不會相差太遠 所以說回小朋友的執診 和食物的關係 為什麼想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很小的幼童 如果他很早已經有中度至嚴重的濕疹 其實他就會多一些機會有一個叫 過敏體質 或者叫Athopic March 通常在幼童這個歲數 濕疹和食物過敏 是同時發生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剛才說了 正常裡面的皮膚 因為它有一個叫做 阻擋外來的物質 或者致敏原的功能 但是濕疹這些病人 皮膚本身受到破損 致敏原便容易透過皮膚 接觸到免疫系統 而刺激身體 譬如一些蛋白質 或者食物的蛋白質 如果有機會被破損的皮膚接觸 免疫系統就會誤認 以為是有害的物質 到你再進食的時候 就會出現過敏的反應 我不是說大過才有濕疹 比較輕便 通常和食物的關係比較小 現在是說幼童 一歲以下 頭幾個月 如果有比較中度自然濕疹 他幻想食物過敏的機會會更多 我們知道 如果有濕疹或食物過敏控制得不好 兩三歲之後 他又會更多機會出現其他過敏症 接下來會是鼻敏感 或是敲喘 做這些測試 其實我們不是建議每個人都需要做 通常醫生會看病人 問清楚病歷 究竟是否跟食物或環境因素有關 我們才決定是否要做 做這些過敏測試 其實主要大部分比較準確的測試 測試IgE抗體 身體裡的免疫球蛋白 那些免疫球蛋白通常會有即時過敏反應 例如有人吃過過敏食物或接觸了環境的致敏 短時間內突然全身出風冷 嘴、眼睛會腫、嘔吐、甚至呼吸有問題 例如致敏、影響血壓 入院或急救打腎上腺素急救針 那些是一些嚴重的過敏反應 這個測試主要剛才所說的測試 大部分都是針對即時過敏反應 有時濕疹是介乎即時過敏反應 或延遲過敏反應之間 所以我們選擇測試時都會看清楚 這個測試是否合適病人 另外剛才所說的 如何做IgE抗體測試 第一是可以做皮膚點擊測試 或者抽血 這兩者都做到背後的原因 不過有另一種就是剛才測試 針對一些接觸性的皮膚炎 例如某些女士對於化妝品、香料 或者手飾 現在就少帶過敏 這些測試都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到最後 例如有些食物過敏的測試 就算抽完血 或者做了一些皮膚測試 都不太肯定的時候 我們才選擇病人 是否需要在診所或醫院做 食物超致或激發的測試 但通常大部分的測試 雖然是一個最黃金的標準 但我們也要看看病人是否有需要做 因為他需要的時間都比較長 而且那個病人有機會 因為可能要叫他在診所試過敏的食物 他真的有機會出現過敏的反應 所以我們在挑選病人的時候都會很細心 怎樣做這些測試 例如這是皮膚點擊測試 通常我們會用刺針 在皮膚面頭就會染了一些致敏原 然後在皮膚做點次測試 你看到這些腫起的地方 好像一顆風爛一樣 其實就是因為有陽性的反應 例如他可以測試一些環境因素 貓狗、沉悶、花粉等 而食物都可以這樣做 通常15分鐘之後如果真的有反應 就會看到腫起了 有些紅的 整個過程不會痛 但如果有反應就會有痕癢的感覺 做的地方通常我們在手的前臂 或者幼童的時候 我們會在上背部的背部做 通常15分鐘就會知道報告 即日可以告訴病人 究竟你對什麼會過敏 怎樣分析這些皮膚測試 通常我們看大小和年紀 例如不同的稅數 皮膚測試有多大塊 都會有剪掉 究竟他有多大機會對食物過敏 這些詳細資料就不麻煩大家了 另外可以抽血 也可以測試到IgE抗體 例如有些病人 長時間皮膚都不穩定 例如做皮膚測試之前 可能有幾天要停一些口服抗治治安 或者做測試的位置 可能有幾天不能查到類顧信 如果有一部分病人 可能不適合做皮膚測試 可以考慮做一些炎血測試 炎血測試有之前第二代 現在有第三代 甚至第四代的炎血測試 準程度都可以 只不過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炎血測試 他們在測試的東西可能有少少不同 我會再和大家解釋一下 例如抽血測試 剛才所說的環境致敏原 或者是一些食物致敏原 那些全部都做到的 例如第二代的炎血測試 就會告訴大家 抽血回來究竟哪種食物 是過敏 指數有多高 然後再對照 究竟它的機會率 真的有多大問題 例如牛奶、雞蛋、花生 這些就是常見的過敏食物 在食物過敏的種類 在香港有八大類 通常就是牛奶、雞蛋、花生 一些叫黃豆類、魚、海鮮貝殼類 以及堅果類 這些就是一些新一代的炎血測試 通常它可能需要血液的份量很少 但同一時間可以測試二、三百種致敏原 而且它不只是測試整個食物的蛋白質 或者整個食物的成份 其實它就是測試中的蛋白質某一部分 那個叫做分子 或者叫做物質 其實這樣的測試 精準度會比較高 而且有時候會測試到 究竟哪個才是主因 引致這個致敏反應 什麼是沒有其他成物或環境因素 其實可能是交叉反應 例如簡單說 例如我今天看了一個病人 他說他可能是對海鮮過敏的 之前吃了海鮮的話 也有點不舒服 但譬如今天做完測試之後 跟他分析了一個報告 原來他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對塵滿過敏 對海鮮過敏 其實可能是交叉反應 為什麼這樣說呢 譬如在塵滿裡面 還有海鮮有一個叫做分子 大家都有 為什麼那群人吃海鮮也有問題 其實不是完全吃不到 可能吃到一點 他對塵滿的反應其實很厲害 但因為塵滿的分子 其實在海鮮裡面也有 為什麼他會因為對塵滿過敏 而令到海鮮也有問題 這些測試就告訴我們 他會讓他知道哪個主人 哪個副 還有告訴他 他會讓他知道 那個分子的細菇有多危險 他會不會吃了 會有一些即時嚴重的反應 這些是新一代的驗血測試 可以說到 剛剛所說的 這叫做patch test patch test 跟skimprick有些不同 patch test 就是測試接觸性皮膚染 或者延止過敏反應 通常我們看到好像黏膠布 可以黏在背部 但這不是即日資的報告 通常我們要等兩天看一次 三天又看一次 以及第七天再看一次 如果有反應那些 你看到有不同程度的紅種 可能知道 其實他如果接觸到 這種化學物質 香料 金屬 甚至藥物 可能有機會有些 接觸性皮膚染 或者延遲的過敏反應 或者延遲的過敏反應 剛才說了 到最後可能 測試完 都不知道對那種食物 是否真的過敏 有時候才需要做一個 叫臨床食物激發測試 所以這些 就要在診所或者醫院做 因為有風險 可能要浪費半天的時間 剛才所說的接觸性皮膚染 或者濕疹 接下來會說 什麼叫做 風難 或者所說的沉麻疹 風難有時候可以自己出現 有時候可以和一些 血管性水腫一起發生 風難的形態和剛才的濕疹 有些不同 通常它來得很快 通常是24小時之內 有些地方出現了 它會散 但有些地方又會出現 散了之後就會沒有控 例如濕疹那些 散會維持在這裡多於一天 通常位置不會走來走去 就算完結後 皮膚色素都會有些不同 有些轉變 所以純粹是形態 都能分析到 它是像濕疹還是其他原因 你看到這些一塊塊 就像是風難粉紅色透明 有時候也有痕癢 有時候會和血管性水腫一起 血管性水腫 不僅是硬的部位 咀的部位 或者是黏膜的位置 例如呼吸道 甚至是腸壁 只不過這些地方 我們看不到 有時候這隻手都會腫 封壁 通常會分成急性和慢性 急性我們要盡量搞清楚 是什麼原因 因為急性通常發生的時間很短 例如接觸了某種致敏原 或者其他情況比較常見 通常小朋友 通常小朋友除了食物 或者環境的致敏原 之外 有時候是比較多感染 有時候感染後 免疫系統比較活躍 小朋友會多些機會 無端端出一輪風難 我們當然會看看 會不會和藥物有關 藥物有很多種類 當然有不同的種類抗生素 有些非類固醇的燒鹽子通藥 或者有些人要做一些檢查 打完一些顯影劑 出了診 有些過敏反應 都可以突然間腫了 香港比較少 昆蟲直接引起整身 一些系統性的反應 有時候也會有 香港也有紅火蟻 在外國會多些是 蜜蜂 或者其他昆蟲針後 有機會出現全新系統性的過敏反應 如果是慢性瘋難 其實跟急性瘋難有少少不同 慢性瘋難的意思是 病情持續有機會多過六個星期 背後的原因 未必是純粹跟自民原有關 很多時候免疫系統比較活躍 攻擊自己的身體 所以在這裡解釋 在慢性瘋難中 其實有時候未必是外來的因素所影響 有時候比較多時候 可能免疫系統比較活躍 攻擊自己的身體 而產生不同的化學物質 而引致封難、衡氧、血管性水腫 不同的有封難和血管性水腫 其實處理方法有少少不同 如果只是封難 可能我們想的東西會有少少不同 如果加上血管性水腫 我們想其他方面的考慮會多些 所以我都不詳細和大家解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處理方法 不如下面有什麼可能性 除了剛才所說過敏之外 有時候這些封難的問題 如果有其他症狀 例如發燒關節痛 可以自身免疫系統 毛病也可以 例如紅斑狼瘡、關節炎 或者皮膚血管發炎也可以 或者只是水腫 完全沒有診 我們想的東西會有少少不同 可能是先天或遺傳問題 缺少了某些化學物質 而令身體無端端腫起來 當然封難有時候 萬聖很多位置的時間很長 都很困擾和會影響身體 通常我們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通常會給予抗祖積安的藥 去控制病情 讓免疫系統慢慢靜止下來之後 有機會這些封難的病人 就會慢慢痊癒 但有些人用了一些一線藥物 也不行 我們就將份量可能有機會加大 甚至用一些生物製劑 這些就是比較頑固慢性封難的處理方法 講完皮膚的問題 再講一講另一個題目 為何會想和這件事有關呢 譬如我們新型冠狀病毒 究竟和過敏的關係是怎樣 或者疫苗為何會覺得 有些人多些機會有過敏的問題 解釋一下 要知道疫苗為何過敏之前 先講回要知道我們本身的新冠病毒是怎樣 這是圖畫化的樣子 你看到裡面有一些病毒的基因 其實外面包含了一些病毒的蛋白質 我們平時所說的 大部份的疫苗處理是針對什麼 很多時候是針對S protein S protein是什麼 為什麼要特別疫苗開發或研發的時候 特別針對這件事呢 你看到這個病毒如果接觸了人體之後 如何走入人體 產生一個叫做感染 通常在鼻黏膜接觸了 那些細胞就進去 你看到這個是細胞膜 我們人體的細胞 你看到這個S protein 好像一條鎖匙一樣 你貼下去 其中一個叫做人體的受體 叫做ACE receptor 這些細胞面頭有 正常人都會有 他就好像透過一條鎖匙打開鎖 然後走進身體裡面 然後進入身體裡面之後 他就會把自己的病毒基因放出來 然後不斷複製 而產生自己的病毒 而影響到身體 你看到我們現在暫時 疫苗開發有不同的種類 香港暫時只有這兩種 所以今天也是主要說這兩種疫苗 當然疫苗有不同的平台 譬如有些叫做蛋白質的疫苗 譬如福必泰是一個叫做mRNA的疫苗 如果是我們Sinovac 或者Coronavac 就是一個叫做滅活的疫苗 滅活的疫苗其實是一個傳統的平台 製造很多不同種類的疫苗 這個一直都是用開的 但是譬如mRNA的疫苗 就是一些叫做新的技術 或者新的平台 去製造這些疫苗 所以背後的基理 或者過敏的原因 都會有些不同 這就是政府 衛生署給我們的資料 關於Sinovac 或者Coronavac 就是那個資料 有些人有什麼原因不能接種的 在這裏他就說了 其實如果對疫苗 本身 可能你打過有過敏 或者你可能對他的成份 有過敏的話 其實就不能接種的 不能接種的 不能接種的是什麼意思呢 究竟是對於活性的成份 只是他有一些叫做 不是真的活性的成份 過敏呢 這裏我們見病人的時候 會幫他分析清楚的 另外你見到 譬如有些病人 是出現過 對疫苗已經試過有嚴重過敏反應 本身對這個疫苗打過 有嚴重過敏反應 他都不建議再接種 這個疫苗裡面有什麼成份 當然他會有一個滅活的病毒 但是這個病毒就不同 我剛才所說的 他真的會感染人體那種 這個病毒的成份 他已經處理過 他不會再有感染性 究竟是對這個病毒的成份 那個疫苗病毒的成份過敏 只是對其他物質 譬如有時候在胃藥裡面有的 譬如你吃過這種胃藥有機會過敏 你就可能有機會不能接種疫苗 當然他有不同其他化學物質的成份 所以做測試的時候 我們也會看病人的病歷 究竟他有沒有機會對這些過敏 有沒有需要做測試 然後再跟他談 他適不適合接種這種疫苗 在這個coronovac 或者sinovac 在文獻裡面的資料 過敏的機會率 或者背後的基理 其實就不是很多資料 所以暫時來說 通常一般的處理方法 如果他有過敏反應 如果他有過敏反應 我們怎樣去做測試 但譬如多些資料 在文獻上面找到 或者真的多些機會有過敏 比起傳統疫苗 可能多些資料 報告了與復必泰 會有關係大一點 剛才所說的 復必泰是MRNA疫苗 這個也是衛生署的治療 他就說有什麼人不能打 譬如你打了第一劑 這個活性的疫苗 之後 試過出現一些嚴重過敏反應 或者他對裡面某些成份 是有過敏的 都不適合打的 在文獻裡面 都比較多有提到 可能未必是對活性的成份過敏 反而是對他一個負劑 我和大家解釋一下 這負劑是一個PEG的化學物質 香港過敏協會 和衛生署都制定了某些指引 不好意思 因為那些字可能小了一點 他會說 究竟跟我們說 哪些可能出現過敏機會高風險的病人 或者他已經打完第一劑 出現過敏反應的時候 應該要由一個免疫過敏科的醫生去做評估 才適合不適合再繼續接種 說回機率有多少 例如MRNA疫苗的嚴重過敏反應 相對傳統疫苗的嚴重過敏反應 正常大部分以前用的平台 或者一般的滅活疫苗 出現嚴重過敏反應的機會 通常每一百萬人就有一個 就出現嚴重過敏反應 這個COVID mRNA COVID疫苗 其實他們說 至今研究到現在打了之後 可能比起傳統滅活疫苗 或者其他平台疫苗 出現過敏的機會是高一點的 但高一點的意思也不是很高 可能每一百萬人有五至十個 傳統疫苗是每一百萬一個 現在每一百萬有五至十個 都是高了的 但整體的數字 一百萬人才有五至十個 如果七百多萬人打 數字也未必有很多 但我們要小心篩選 不要那幾十個病人 有機會接觸到這件事 而出現嚴重過敏反應 我們也會有些 步驟或篩選 去確保這件事 不好意思 這裡的字也是小一點 我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哪些病人 這是打完後 他們看出現即時過敏反應 究竟哪一群人有這種情況 你看到大部分 F就是女士 男士的數字相對來說比較少 這是其中一個K系列 當然不是全部病人的數字 譬如某些文獻裡 報告了有二十幾三十個病人 試過打完這些 Forbittite之後出現過敏反應 他們本身是甚麼事 這裡不是反映全部整件事 但是我們知道 譬如某些文獻裡 說的是女士 她的歲數 可能中位數 大概四十多歲 她本身已經有過敏病 包括食物過敏也好 或者藥物過敏也好 或者有其他過敏細質 另外就是這群人 本身有些人 可能已經以前 因為不同的原因 有三分一 出現過過敏性休克 所以 其實就會知道 大概 她背後有甚麼病人 風險比較高 女士 中年 不是中年 四十歲 現在都很年輕 四十歲 另外就是 可能本身已經有過敏體質 或者是出現過嚴重的過敏反應 可能就會高一些機會 有這樣的問題 這些情況何時出現呢 大部分 你看到 可能這裡沒有詳細寫 但你看到 出現過敏反應的時間 其實都在頭三十分鐘之內出現 即接種疫苗之後 大部分 八成以上 八成幾至九成 出現過敏嚴重的程度 有不同的程度 通常最嚴重的 有生命危險 救不回 就叫做五個 通常 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 一、二 再嚴重 就是三、四 你看到 這裡出現的 嚴重過敏反應 雖然是嚴重 也是一、二 而已 就是這樣 剛才這裡就是 詳細了最近的文獻 少少資料 剛才說哪些人會高危一點 都是四十多歲 女士 你見到數目自佔比較多 大部分都是頭五分鐘 或者三十分鐘會出現 所以為什麼 你會看到政府 接種疫苗 譬如是Sinovac 每個人都叫他們 等三十分鐘 如果是復必泰 一些不是高危的病人 可能叫他們十五分鐘 接種完 沒什麼不舒服 就可以走 但譬如一些高危的病人 可能會把他們留到三十分鐘 接種中心裡 他們通常會有處理急救的醫生 有姑娘 還有處理即時嚴重過敏反應的藥物 接著講為什麼 這個疫苗 會和PG這件事有關 你看看 這個本身就是疫苗的成份 疫苗成份 裡面有一部分 病毒的mRNA 外面包含了一些辣米的脂肪 因為要照顧過這個脂肪 才會令病毒的mRNA穩定 在疫苗裡面 然後才注射入你的身體 再在你的身體製造病毒的蛋白質 刺激一個免疫系統的反應 你會看到 這個辣米的油脂膜裡面 其實有其中一個成份就是PEG 大部份人現在開始多了一些研究 究竟這個PEG對人體的反應是怎樣 你會看到這個PEG這個成份 可能又和另一些物質 另一種附劑 叫做Polysorbid 結構又是有點类似 為甚麼要做清楚這事呢 因為不同的疫苗 可能有一個腐劑了 譬如說簡單一點,以前打過其他疫苗試過過敏反應 會否其中一個可能性是對這個副劑有過敏反應 如果這個副劑有過敏反應,這個副劑結構有點像PEG 如果以前打過一些疫苗過敏,例如復必泰 可能有這樣的機理會對這件事過敏 以前傳統的疫苗有20和80 這不是疫苗活性成分,而是非活性成分 或者是負劑,令疫苗比較穩定,或者不延長 例如傳統的疫苗,例如流感的疫苗 或者是HPV,子宮頸癌的疫苗 或者是Hepatitis B vaccine,一些肝炎的疫苗 甚至是百喉,百日咳,小二馬鼻 我們小時候都打開那些,或者是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都有機會有Polysorbid的成分 例如我們看這些病人,原來他們以前對某些疫苗已經過敏 除了對活性成分過敏之外 他們有沒有機會對這些負劑也過敏呢? 我們這些會考慮 看看新的技術疫苗,就是這兩種 Moderna在美國有 我們香港就有Phycer,Beyondtech 你看到它的副劑就是剛剛的PEG-2000 2000是說它的成分的成分有多大 暫時沒有人很詳細地解釋為什麼女士會多些 但我們知道這個PEG的成分 可能是在其他物質上有的 例如化妝品,或者某些藥物,眼藥水等等 說回哪些藥物有機會有這些PEG的成分 例如打針的類固成的藥物 例如有些藥物要來醫治慢性腎衰竭的病人 去處理一些貧血的,那些要打針的 有機會有這個PEG成分 或者是白血球激素,通常是癌症病人 或者是白血球低需要打這些藥物 或者甚至一些女性荷爾蒙 但是那個荷爾蒙是打針的 不是普通口腹 或者是對某些眼藥水 或者是對一些顯影劑 都有機會有這些PEG成分 或者是發炎因子的生物劑劑 這些通常會令藥物比較穩定 如果他對這些藥物有機會過敏 除了他對本身的藥物過敏 有時要考慮是否真的有PEG成分引起 所以如果有些病人 已經知道是對某些藥物過敏 我們就會想一想 或者對某些疫苗過敏 或者是主射那些 我們就會想一想 他是否真的合適接種疫苗 或者是否有下一步測試 可以做 去看看是否真的有機會對這件事過敏 不好意思 這裡都是很小的 這些就是有其他藥物 剛才所說的 Polysorbate 這些都不是一些 平時大部份都不是口服藥 口服藥有PEG 就是Bio Preparation 譬如有些人要照搶鏡 要喝射藥 射藥裡面有時候會有 有比較多PEG成分 譬如有些射水出現過敏 反應的 我們就會想 會不會是真的對PEG過敏呢 這就是美國其中一個 文獻的指引 譬如哪些是高危病人 哪些是中危病人 哪些是低危病人 就是過敏反應 然後就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例如見到低危病人 我們可能問完一大堆 覺得他的風險也未必那麼高 可能就這樣建議去接種 接種完就等15分鐘 或者穩固一點就等30分鐘 但一些高危病人 我們就會考慮 例如對PEG過敏 或者對某些疫苗過敏 可能需要做一些測試 然後才再決定接不接種 可能會比較安全 過敏那些我講了比較多 當然我今天主要是講過敏這件事 不是講過敏 例如現在的問題 這不是我自己準備的 是一個叫做我認識的 微生物科醫生 現在為什麼有些人還不想打疫苗 不是很想打的意思是他不是不打 只不過有一個叫做疫苗 可能不想打 但背後是什麼原因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這就是跟大家講一些 例如大家的關心 為什麼有些人還在等不打呢 例如這個微生物科的醫生 他說為什麼有些人覺得 這些疫苗是否真的有效 他說香港暫時有兩種疫苗 都是有效的 不是說疫苗打了沒有用 沒有用的意思 也有很多不同程度的分析 有用的意思 打了一定會減少你感染到的機會 而且感染到的時候 應該是病情沒有那麼嚴重 最好就是減少他不要入院 甚至死亡 有些嚴重的器官碎結 這是疫苗其中一個目的 所以就算你說打了 未必是完全100%不會感染到感染 但其實他也會有一些幫助 另外有些人就說 我覺得這個疫苗的保護率 可能不是很長 有機會之後又要再打 暫時如果是Sinovac或科興 他未必有一個很長的時間 有些資料告訴他 究竟有效的抗體 或者免疫力可以維持多久 例如Beyond Tech 打完第二針之後 最少六個月 都仍然有一個比較好的保護力 現在大部分文件說 可能有機會是一年之內都會有幫助 因為這些所有疫苗 研究的時間不是很長 都比較短 所以可能資料一路會上升 一路會不同 這些還有其他原因 或者時間的關係 可能未必逐個詳細跟你談 但如果真的有些問題 關於為什麼不想打 或者有些人有點猶疑 其實我們會根據我們已知的科學 或者是資料 去和病人解釋 謝謝 謝謝 今天比較長期 說得很好 還有那些很有用的資訊 多謝莊俊賢醫生 其實大家要掌握那個機會 很難得請他在這裡 平日他很忙 那天我們自己有個同事敏感 都找他 總得不得了 其實有很多人突然發生這種事 都不知道怎麼辦 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求救 我們也收到很多問題 我們在這裡請莊醫生作答 這是我們網上的朋友 剛才傳過來的問題 我們秘書處的同事閉下了 我在這裡順便借這個機會 多謝我們黃月婆太平紳士 和秘書處的同事 如果我們能夠有這個健康講座 其實他們付出很多很多 聽很多電話 解釋給朋友 怎樣去網上用 有些人不太會用Zoom 他們一直在這裡教他們 謝謝 現在有一位問 雷風濕性關節炎 可不可以打疫苗 如果可以的話 這是69歲的女性 打哪個好 第一件事 通常有些長期病患的病人 最重要是病情要控制 通常如果這些叫做 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病人 很多時候用一些抑壓免疫功能的藥 所以要看看 究竟他現在的病情控制得好不好 他在用什麼藥 有沒有機會影響疫苗的有效性 所以要找他看的醫生 跟他談好這件事 如果他的慢性病情是受到控制的 要看看他在用什麼藥 譬如用一些抑壓免疫功能的藥 有時候打疫苗 可能效果不太好 但不等於他一定不能打 所以譬如他現在打不打好 或者是打哪一隻 也要跟他看主層的醫生 要先談好這件事 譬如我自己看有其他慢性病的病人 我都會這樣跟他做一個評估 然後做一個建議 兩隻疫苗都會有效的 如果不是說新冠疫苗 譬如說是一些活性的疫苗 譬如其他疫苗 有時候吃一些叫做抑壓免疫功能的藥 就不適合接種 因為那些活性的疫苗 其實本身的病毒還是有生命的 如果你的抵抗力差 去打一些活性的疫苗 就有機會變成一個感染 但暫時科興和Beyondtech 都不是一些叫做活性的疫苗 謝謝莊醫生 第二位朋友問 曾經笑過皮膚全身敏感出診 令到要入醫院住了幾天 又打針又吃藥 但也散不了 隔了兩個多星期才好轉 抽血又驗不到什麼原因 這些敏感有沒有預防方法 第一件事要看當時皮膚出現敏感 剛才我跟大家說 就算出診 都可以有不同的形態 背後有不同的原因 所以他純粹是因為 剛才所說的一些濕疹 異位性肥膚炎 封爛 甚至是一些藥物引起的過敏問題 而全身出了診 最重要是知道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通常如果你弄不清楚背後的原因 就很難如何預防到有下一次的 當然我會說 有時候如果是一些即時過敏反應 我們現在有一些新的驗血測試 可以一次測試了很多不同的食物 或環境致敏原 但藥物那裡 例如成年人 有時候都會看清楚 是否之前吃的某些藥 突然出診 或者有時候會不會是 當時你其實有其他感染 都可以全身出了診 所以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跟大家說 就算你的皮膚癢養紅腫 背後出診都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原因 剛才說有感染 又有過敏 甚至一些自身醫藥系統的毛病 血管發炎都可以這樣 所以第一 可能要回頭 看清楚當時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才知道下一步怎麼做 有一位朋友問 寶寶玩口水 玩完之後 臉開始出紅疹痕癢 應該怎樣處理呢 如果是幼童到五六個月大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因為它開始出牙齒 有比較多口水 有時候會吃奶嘴 如果純粹在口部周圍的接觸性反應 通常這些都不是太擔心 通常慢慢隨著它再大一點 少點口水就會好一點 最重要是看清楚 它除了流口水令它周圍出診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通常如果純粹是周圍口部出診的那些 例如在周圍發紅 一般跟食物過敏的關係比較小 通常食物過敏 通常你吃完很短時間 幾分鐘、十多分鐘 通常全身都出診 腫了 甚至嚴重的呼吸 那些似乎是即時反應的機會多些 如果純粹是口水醃住 通常那些是比較局部 不會來得那麼急 如果純粹是口水清潔 塗一些滋潤的東西 大一點就會好一點 這些就不用擔心 莊醫生本身也是疑科專家 所以你有疑科的問題也可以問莊醫生 其實我也有一個額外問題 想請問你 我見有些小孩對食物敏感 但是媽媽是餵人奶 媽媽吃了什麼東西 然後B就反應 但是媽媽又不戒口 那裡才麻煩 通常要看是否真的時間性上有個問題 通常媽媽吃的東西 有很少部份蛋白質 都會在人奶分泌出來 不一定這麼少量蛋白質 對所有嬰兒都會有發覺 也要看她是否真的吃了那個食物 然後她餵人奶 又覺得她真的有點不舒服 不舒服的意思是要有些明顯的症狀 例如那一陣子 某些媽媽可能自己喝很多奶 跟著又是免沾外以及喂牛奶 她的濕疹 iter俗 媽媽割了奶 一陣子 然後BB的濕疹 automatically俐ure 後也會為了做得 olur 一起今次吃奶 喉 hearts 又 понрав一些 那疙悶又會安裙 這是這關係可能會大些 甚至最嚴重的 可能媽媽 autistic吃另些食物 她下餵人奶 才决定是否需要對食物戒口 不需要養養也不能吃 有位女士說吃了蛋白粉後開始敏感 接著吃醫生開的類固醇藥才沒事 怎樣才可以遠離這些痛苦呢? 我想要看蛋白粉裡面有什麼成分 例如我們說對食物的過敏是不同種類的蛋白質 究竟蛋白粉裡面有什麼蛋白質 是有機會過敏的呢? 我們通常要看罐裡面有什麼 問他以前那些食物蛋白質有沒有吃過 可能有些原來沒有吃過 只是這罐才有 他吃了就不舒服了 我們就從這個途徑去跟進 但是如果是食物的蛋白 就是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蛋白質成分 如果純粹蛋白質 其實就不知道反映是什麼事 其實背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另外有一位就說他想打HPV 就是人體乳頭狀病毒的疫苗 現在說的是九合一那些 又想打其他疫苗 我猜說的是COVID-19 怕不怕兩座疫苗一起打 或者是分開時間 分開多久呢? 暫時他們說 如果你14天之內接送過其他疫苗 他們就不會即時幫你打 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 但是再詳細一點的情況 都要視乎個人 有沒有其他原因 身體的情況 或者考慮 才再決定是否同一時間 夾了兩個星期 就可以再去打新冠疫苗 例如有些人 你知道打復必泰 隔三個星期又打第二劑 打第二劑的時候 可能又會多一些機會 出現一些不舒服 所以接種的時間 是否可以假隔呢? 每個人都會跟你聊一下 可能有點不同 或者東陽可能你多打HPV 或者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幫你的病 其實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篇真正的資料 或者PAPER出過 但是我們以過往的打復 就是好像莊醫生剛才說 起碼隔14天 但是應不應夾三個月 如果以前那些活性的營療 我們起碼隔三個月 但是現在目前來說 是沒有一篇真正的PAPER出過 如果你穩固起見 因為你打那些911HPV針 是當今天打 接著就兩個月 接著就六個月打 那你如果是打復必泰 如果你隔開在兩個月 或者六個月那裡打 隔開的時間會好些 就不要說打完馬上去打復必泰 或者是科興 卓醫生同意 我同意 謝謝 另外有一位朋友 他說他用過六微素眼藥水 有些人的眼睛發炎 或者帶了一些角膜炎 就去滴六微素眼藥水 他說他滴完之後 眼紅腫過敏反應 那麼 復必泰會不會有同樣的過敏反應呢 我想要看看眼藥水裡面有什麼成分 通常我們就一定要看那個藥水裡面有什麼東西 如果藥水有機會有一些成分 是同一個 而是在疫苗裡面也有的 可能有機會 未必打得住 要看看是否要先測試 另外這位朋友 他說用這隻藥 有沒有PG成分 因為我們要看那個藥水裡面 就是藥水裡面 藥水裡面 通常會寫完不同的成分 譬如大部分註冊藥物都有 什麼叫做Active Ingredient 或者什麼叫做Inactive Ingredient 或者Excipient 就是所說的腐劑 因為每種藥水的成分都不同 所以最好就是拿藥水出來看一次 有一位朋友說他之前生完BB之後 就是九年前生完BB之後 全身出紅疹好痕 之後醫生就開了一隻不會眼睡的抗敏感藥給他吃 吃完之後第二天就好 吃了一段時間也好 但最近又好像不行了 那怎麼辦呢 我想如果這個病人 這個朋友所說的情況 他生完BB出了診 而吃了一些抗組症案 我聽下去雖然我不是詳細問診 但可能有機會是類似 我所說的慢性瘋難 因為有時慢性瘋難都可以維持幾個月 或者有時以年份計 有時生完小朋友 免疫系統可能會比較亂 或者比較活躍 不知道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原因 令到當時的免疫系統 攻擊自己的身體 用了抗組症案之後就好了一段時間 可能停了藥 又有機會再發生 這些慢性瘋難有時可能好些 有時又會差些 不如看看最近有沒有其他誘因 例如最近有些感染 或者你最近在用其他藥 有時會多些機會出發皮膚紅塵 或者瘋難 所以到最後還是要看看最初那件事 現在的方法是否同一件事 有沒有需要再服用抗組症案的藥 如果純粹是慢性瘋難 吃著抗組症案的藥 病情得到控制的話 應該都可以接種疫苗 但是詳細的情況 最好都是問他看醫生 是的 我建議你這位朋友看一看醫生好些 還有需不需要做皮膚測試 檢查自己對什麼敏感 慢性瘋難 一般來說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在討論中 慢性瘋難很多時候 跟外在的因素關係比較小 可能是免疫系統攻擊自己的身體 但是通常我們都會問清楚病歷 對其他外來的因素或者致敏原有關 然後再決定有沒有需要做過敏測試 謝謝 另外我也聽說 因為還有時間 很好 聽說有些人可以做脫敏的治療 通常如果是脫敏的治療 通常有了一個時間已經很久了 以幾十年計 通常用在什麼地方呢 例如一些鼻敏感或者敲喘的病人 這是最初用的 例如他對一些陳昧貓狗的敏 經過一般的藥物處理都控制不到病情 或者無法避免到他很喜歡這隻貓 我不捨得放棄他 或者家裡很多陳昧 我搞來搞去都搞得不好 精作還是很嚴重的時候 這些病人就可以考慮做一些脫敏治療 脫敏治療做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在舌底下做脫敏治療 可能陷入一些藥物 或者致敏在舌底下每天都做 另一種方法就是打針 通常脫敏治療 因為重新教育免疫系統 雖然療程可能以連計 一般來說 如果一般叫做鼻敏感 或者加減有沒有敲喘 做脫敏治療 可能是三至五年 所以有信心 做脫敏治療 也會有些風險 或者不舒服 通常舌底下的副作用 比較少 通常是局部有些痕癢 但打針那些脫敏治療 可能有時候有一個很小的機會 有些系統性的過敏反應 傳統來說 因為以前沒有一些很好的利底 脫敏的藥物 或者性分 以前打針的效果可能會好些 現在慢慢有些轉變 我想強調 經過脫敏治療之後 可能完成了療程 隔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都不會對那種 致敏原再過敏 而達到你改善過敏的症狀 或者是不需要再用這麼多藥 但這件事不是每個人都要做的 通常是到最後一步 才會考慮做這件事 通常我們經過過敏的情況 就是避免了脫敏原 如果有過敏的症狀 用一般是標準的療程 如果醫不好 就避免不了脫敏原 然後再談是否要做脫敏治療 食物的脫敏治療 大部份已經在臨床研究階段 有些人有臨床應用 但那個就沒有好像鼻敏感 或者是哮喘那麼常規 謝謝你 敏感其實也有很多問題 你平時最難忘的臨床上 看到什麼特別的案件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有些很難忘的特別的案件 例如 雖然我大人也有看 但當然我也是看小朋友比較多 或者只是說一個比較難搞的 濕疹的小朋友 最初全身爛了 看了很多不同醫生都搞不定 到最後幫他做了一些過敏測試 找到什麼原因 他皮膚的狀況 不是一般可以塗藥膏 已經搞得定 是直接用一些口腹 抑抑抑功能的藥 用一段時間才好 現在小朋友就算很頑固的濕疹 他可以考慮用一些打針的生物製劑 可以有效改善濕疹 明顯的好轉 真的很不同 譬如有些很容易敏感的人 是不是有些藥要經常帶著 甚至有些針 如果真的發生過敏性休克的時候 可以自己一針 希望萬一發生危險的時候 可以頂住到醫院 通常我們在說嚴重的即時過敏反應 譬如有些人已經試過有即時過敏反應 或者我們覺得他有些高危因素 有機會再發生這件事 可能會叫他 帶著一個救命針在身邊 這是一個腎上線素注射 萬一出現一些嚴重過敏反應的時候 如果他有藥在身邊 就可以即時注射 可以幫助他舒緩病情 減少嚴重症狀 讓他足夠時間去到醫院 謝謝莫蘭醫生 謝謝莫蘭醫生 謝謝副協的所有同事 謝謝 現在有請我們副協的副主席 和我們社區活動小組的召集人 黃耀霍太平紳士致送 感謝送給莫蘭醫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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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還有我們以後會變成恆常性的 我們這些健康講座 下一期暫定是6月16日 不過具體時間到時候確認了 我們再通知大家 那次可能是說脂肪肝的 我們那時候請了陳樂醫生 是一個很好的內分泌醫生 來幫我們分享 謝謝大家 到時候再見 拜拜